很快抱走小区迎来了第二个快递 我心情沉重的又回到了这里 保安大叔跟我热情的打招呼 就好像多少年的老熟人一样 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起 是502的业主 一个冰冷的女生从话筒里传来 我的快递到了吗 对到了到了 这就给您送上去 说着我一路狂奔来到五楼 小心翼翼的叩响502的房门 这是门里突然传来了小孩子凄厉的提呼声 然后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只能听到我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我遏制住内心的恐惧 等着对方来开门 不久一个女人出来了 她面色枯黄顶着圆滚滚的肚子 下次麻利点 别耽误了我正式 这奶粉可重要的很呢 好的你放心 哎你猜我肚子里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女人突然转移话题 我慌乱中赶紧答话 不管是什么都好 能和老大做个伴 什么老大 我这是第一胎 是吗 刚才屋里不是有孩子在哭吗 哪有什么孩子 难道是幻听吗 这些门 这个小区处处透着古怪 我的神经又一次绷进了 就在女人关门的刹呢 她的表情突然僵住 两条腿开始疯狂颤抖 嘴里还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哭喊 你 你这是怎么了 不行了 我好像是要生了 什么 她的话让我大脑瞬间短路 愣了一会儿才缓过神 我赶紧扶住她 想让她回床上躺着 可是一只脚刚迈进房门 猛的想起第三条规则 千万不要进孕妇的家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先别着急 我这就打120 可我刚掏出手机 女人却死死地拉住了我的胳膊 不行 来不及了 看得出来 她很痛苦 而且她的肚子竟诡异地抖动起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挣扎 她突然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然后从肚子里掏出什么东西 举到了我的面前 我吓得目瞪口呆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哈哈哈哈 你真是个怂货 真是假的 她随手把这个孩子扔在我的脚下 我惊恐地向后挪了挪 顶睛一看 原来也是个娃娃 跟那老头的孙女是同款 再看女人 她的肚子依旧高高的隆起 你果然是个奇葩 我厌烦地丢下这句话 然后爬起来就冲下楼去 站在大门口 我剧烈喘着粗气 看着这栋诡的小区 我绝望地流下了眼泪 保安捏着眼睛 疑惑地看着我 你怎么了 刚刚突然多了个快递 是四楼的 你再送一趟吧 保安将快递扔给我 我惊魂未定 直接用手给挡了出去 快递哐当一下落在地上 盒子里竟响起了二哥 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干嘛要做快递员呢 事实上 我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是快递员 也记不清 自己为什么会送这个小区的快递 仿佛从我有了记忆开始 我就已经是快递员了 这工作我不干了 说完我就往外走 在走到小区门口时 却突然停住了 我开始猛烈地颤抖 甚至跪倒在地疼痛难忍 根本没有办法再往前一步 直到保安把我拖了回去 身体才渐渐恢复 这难道是不送快递的惩罚吗 保安大叔把快递踢到我的脚边 四楼大 快去吧 他妈的 不就是送个快递吗 去就去 我一边往楼上走 一边默默回想规则 四楼是喜欢什么来着 走到四楼楼梯口 寂静的走廊里 突然传来了稚嫩的歌声 我忽然心头一跳 这个好像刚刚听过 对了 是这个盒子里播放的音乐 我小心翼翼地 走在黑漆漆的走廊 在405门口停住了脚步 伴着我的敲门声歌声 戛然而止 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女孩 打开了房门 她的眼睛如同琉璃球般 晶莹剔透 你 你是来送快递的吗 是的 这是你的快递 麻烦签收一下 你先进来坐会儿吧 小女孩说着拉起我的手 她的手很温暖 让我稍微安心一些 然后不自觉地走了进去 小女孩打开了快递盒 拿出一个娃娃 可我的神经却再次绷紧 这个娃娃和502女脸 手上的竟一模一样 小女孩冲着娃娃的脸亲了以后 邪魅的一笑 伸手将娃娃的脑袋扭了过来 接着那诡异的歌再次传来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 惊得瞪大眼睛 隐约间我看到那个娃娃的嘴巴 竟像唱歌一样的一张一盒 我吞了一下口水 小女孩面无表情 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是想要离开我家吗 小女孩的语气充满了哀怨 可是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啊 看着她的眼神 我想逃跑却根本挪不动步 405的住户是个小女孩 她喜欢童谣 想要安全地离开她家 记得唱童谣给她定 此时我才想起这条规则 我尝试着哼唱一首儿时的童谣 停停停 这是什么垃圾 给我换一首 我吓得冷汗直冒 赶紧换了另一首童谣 这个也是垃圾 女孩烦躁地揉着脑袋 下一秒静硬生生 把一缕头发扯了下 我也终于支撑不住 扭头向回跑去 不行 你不能走 你还没给我唱童谣呢 女孩在身后紧紧追着我 慌乱中 不远处的房门打开了 一个大哥朝我摆手 喂 快过来吧 谢谢大家